貨幣危機,外資仍然有實質增長,已經證明投車美國是穩健 歐巴馬又批評美國人權和國家的經濟監管徒例過時 8月初在群督的26集團公會上,它會推動秀勵加勤監管,避免金融危機重現 但有經濟專家認為,美國已發行國債投入龐大資金刺激經濟 雖然可以令到市場恢復信心,但長遠可能令到美元貶值,甚至出現貨幣危機 無線面試記者反而停滑到 美衛總統歐巴馬說,雷军回應來到白西訪問, 引證開範笑話,與他的民族正經濟共同黨 由於見到她在訪問,仰信新聞期間,失蹤一定時間 歐巴馬在白宮回應到港的巴西總統摩拉的時候 除了討論,引述議題,還表示想到巴西的領域如內路 他們那裏有名角,又說希望到雷军新聞的反應 I would love a trip to the Amazon. I suspect that the public company here would love to see me travel through the Amazon and maybe get lost in a while. 歐巴馬推出7,000多億美元的租金計劃,被越來越多的紅黃金人低於他花錢和減稅太多. 歐巴馬和盧拉還討論到能源是歐巴馬推崇巴西智力發展方法能源, 表示美國會對效法巴西加速發展清潔能源,減少污染。 歐巴馬就希望美國撤銷對巴西入口的月順徵收關稅。 母線DIS記者林鵬輝報導。